哦 这天紫白线真的很强 最近几年就今年好像阳光比较独辣吗 还是之前也独辣只不过没注意 我很少像今年这样经常带着大羊帽出来 大边帽 宽边帽 这个羊帽叫Sunblock 前两呆鬼鬼祟祟做事的你俩鬼鬼祟祟的你俩 鬼鬼祟祟的 从这走吧 这块有阴凉啊 这块有树阴 从这拐过来吧 这边好像冲地面了吧 是一个车库门口 昨天看一个纪录片是两个女士带着孩子来加拿大 是看着很年轻 来自江苏吧 看着就像高中生一样 但是孩子已经十岁了 女儿十岁儿子可能更小一点啊 就是他们两个都是有家庭的 都有各自有两个孩子 之前在南京买房的时候 他们是业主群里的好朋友吧 聊得比较投机 就决定移民 带着孩子到加拿大 他们两家一起合租 但是老公都在国内挣钱啊 他们这旅游签证到加拿大 租的房子是三千家园一个月 什么都不包括 随便都不包括 就是裸租是三千三家园 然后共用 就是说他们的卧室啊 随机这样的分配吧 就是两个0.5的家庭组成一个租一个house 一个房子 而且租金是年付 一个月三千家园 一年呢是三万六 将近四万啊 四万家园 房租呢 吞于五 二十万人民币吧 一年 还是 也表达了对加拿大的认可吧 觉得教育方面比较好 嗯 其实我觉得 大概率他们可能会后悔吧 因为他刚到一个地方都有滤镜 一种新鲜感啊 怀着一种憧憬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肥皂泡慢慢破灭了 就没有滤镜了 可能就会失望啊 地瓜一块钱一棒 这个罐里边白的黄的红的这种汁 在这等一会吧 尼桑 这是个幽局 幽局今天休息啊 星期天 我觉得不是太值当吧 接受采访的时候 那个女的说 在国内他们每天吃宵夜 吃到凌晨两点 确实亚洲人瞅着年轻啊 可是在欧美这边 很难猜出亚洲人的年龄 在疫情之前 我去旧金山的一个设案局吧 去窗口申请上号的时候 查什么进度啊 一个黑哥在柜台里 他看了我的证件之后 说啊 扎扎同岁 我已经是老头了 你还那么年轻 确实他瞅着比较苍 这个黑人 所以华人还是比较年轻的 只不过 哎呀 反正不容易吧 总之我觉得人 年龄的变化 内分泌的变化 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 能现在他对世界充满了憧憬 尤其是他的孩子 来了之后觉得很新奇啊 但是慢慢的可能就感觉到 这种不适应吧 就可能找不出感觉吧 这种感觉不纯粹啊 有的时候 用自我麻醉的方式也行 啊 我在这儿 像一位朋友说的啊 这边美国物资比较丰富 对吧 至少吃不是什么问题 住呢 将就着 糊弄着也能住吧 对吧 居住环境确实不如国内好 国内确实是很宽敞啊 这边确实就是将就 反正很难说吧 就看一个人他是从长远看 还是从短期看 总是见仁见智吧 同一件事 不同的人不同的观点啊 有的觉得长远看 到了欧美国家就得段子绝孙 有的呢觉得从长远看 在这个外国的空气啊 是不是似乎好一点 我觉得好像是好一点啊 至少比老家北方 从旧金山跟老家北方比 确实是好一点啊 你在老家那边 每天晚上洗脸的时候 清水冲鼻孔都能醒出来 黑的这个固体雾啊 这边就没有 几乎没有啊 所以它有它的好处吧 也有它的弊端 就只能跟人感觉 我宁愿顺从命运的安排啊 我不愿意折腾其实 所以你看我来美国一下 来了七年 虽然这边有 某黑律师两口子 公开的叫嚣 想把我送进去 或者送进去或者送出去 送进去就是送进美国的监狱 送出去就是遣返回中国 对吧 但是我确实不在乎啊 还有遣返回咱们就 这个戴背铐还是戴前面手铐 咱们就接受 如果遣返呢 那咱就遣返吧 他订了机票 咱就上飞机往回走吧 所以确实我比较佛系啊 对人生我觉得看的比较透彻吧 因为很难说 一件事情绝对的不好 就像过去一些老人去世 五六十岁就去世了 这当然很悲哀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呢 也让子女得以解放 比如说父母六十岁 五六十岁就去世了 那么孩子这时候二三十岁 他就可以心无旁骛的照顾下一代 心无旁骛的去打拼 对吧他就不用说 考虑着父母养老啊 怎么着 现在老人动辄八九十岁 是吧 那么各种疾病就上来了 子女呢就千长挂肚 可能影响了子女一代的更好的发展 对吧 反正对我来说 我个人是接受一个人孤独的死去的 我不要求孩子陪着我 不要求 也不要求孩子救我啊 就是 我看的比较开啊 我不会 对孩子进行道德绑架 我觉得孩子是独立的 而且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 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越来越 虚化啊 甚至最后脱离啊 最后成了有着微妙关系的朋友了 就这样 但是好多中国家长呢 确实对孩子砍得比较紧 包米三毛三一岁 李子两块钱一磅 嗯 这边 挺热的啊 这边 拉丁人 我觉得人的这种传承 不但有基因层面的传统接代 还有这种观点思想的 这种传承对吧 你的一种观点价值观 你看 你对人对市的这个分析 其实都是 一种精神财富嘛 啊 这边警察在这看着呢 不让人们摆摊对吧 所以你看这多干净啊 没有人摆摊啊 一旦警察走了 这马上就 呼拉加剧在这儿 开始进行交易啊 你看老外基本上都是 不慌不忙的啊 这样子 走拉走 印度魅长 你看这印度魅长 Handy hand 手在手里面 还有什么在什么里面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个哥儿已经 要主管账了你啊 行动蹒跚了 这个哥儿 这个人坐着抽烟呢 坐在住行器上 这个包很容易被人抢掉啊 不过他 卡在胳膊下面 应该抢不走 除非小猫贼用一个刀子 可是一哥 把这个兜辣给尬断了 抓走啊 治安还行吧 旧金山 我觉得还行 这下宝宝还喊着奶嘴呢 喊着奶嘴走 儿童肥胖率 美国这边也很严重啊 小孩一走 这个身上的肉都颤动啊 不规则方向的颤动 不不确定方向 不规则形状的颤动 这个妹子 右前臂上 纹身 纹着个向日葵好像 过去你看 那些女明星 男明星 几乎没有纹身 你看李小龙啊 玛丽莲梦露啊 也没纹身 对吧 现在 都纹身 也是一种思潮啊 这个流浪汉 一直在这坐着 胡子也挺长 好像也有人给他饮料喝 或者别人喝剩了 也挺可怜的 老爷子 这穿着拖鞋出来了 这个妹子 穿拖鞋 确实不卫生啊 这个拖鞋在外边走 再到屋里走 老美很多不讲究的 我是严格的 拖鞋必须在屋里 除了穿运动鞋 或者穿别的鞋啊 外边的鞋跟 卧室的鞋 屋里鞋分开的 谢谢 谢谢